父母去世后,莫迪被哥哥安顿在姨妈家 他样貌平平,还患有关节眼,一拳一拐的 虽然住进了姨妈家,但家人并不待见他 都认为生活无法自理的他是个累赘 而哥哥也撕卖了母亲的房子,将之弃之门外 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他才能依靠香烟排解忧愁 可那若隐若现的烟雾也未曾掩去那颗孤寂的心灵 长久以来,莫迪都在忍受姨妈的面试,哥哥的谴责 可成熟越多,他就愈发难以忍受 于是,他决定找份工作,独自面对生活 次日,莫迪来到一家商店 恰好遇到渔夫艾弗雷正在招聘女佣 不过,他没有上前,生怕被拒绝 直到艾弗雷走后,他才连忙摘下招聘广告 追随着上面的地址,来到一处简陋的小屋 敲开房门,说明来意 艾弗雷却并不满意 他无法接受一个连走路都不利索的女人 于是,莫迪只能失望而去 街坊邻居也都知道艾弗雷脾气暴躁,不易相处 家境清寒,条件甚差 除了莫迪,再没有人愿意帮他工作 官院长劝他,既然现在有人愿意的 那就先雇佣吧 无奈之下,艾弗雷便开车来到莫迪家 莫迪听后,满怀激动地收拾起行李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也意味着他将要摆脱这个压抑的家庭 莫迪坐上了开往新人生的卡车 穿过密林绿地,享受着微风吹过耳畔的温暖 即使一路上颤颤巍巍,也无法扰乱莫迪那颗稀奇的心 两人来到破解小屋,艾弗雷却自顾自地升起火 当莫迪一问工作的内容时,他突然变得十分暴躁 如果什么事都要他来指教,那还不如他自己来做 说吧,涮门离去 面对这一幕,莫迪有些手足无措 但为了证明自己,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收拾碗筷,打扫房间 这些劳累且枯燥的工作 为他组成了一个崭新又茫然的人生 夜晚时分,艾弗雷才工作归来 却误以为莫迪正在翻看他的物品 甚至煮了他讨厌的萝卜汤 于是他开始辞骂,桌子都收拾不干净 还没等莫迪张哥解释,他又暴躁地打翻他的东西 并大声呵斥着,赶紧离开这里 面对无礼的指责,莫迪委屈又愤怒 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便拴门离去 一夜的清凉,冲刷了两人的愤怒和不甘 冷静之后的艾弗雷来到楼下 看到莫迪正默默地擦拭地板 他没有吭声,只是吞了一块面包 算是默认了,他还能留下来继续工作 余日里,莫迪渐渐适应地工作 打扫,喂狗,缩饭 闲暇时候还会拿出一罐绿色油漆 为那只残破的植物架增添一抹春绿的生机 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 他,算是有了一处栖息之角 然而,艾弗雷的脾气依旧暴躁 在莫迪喂狗时,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在这个家中,我排第一,狗第二,鸡第三 最后才轮到你 即使地位如此卑微 但莫迪还是选择的隐忍 因为这份工作是他生存的唯一希望 可是艾弗雷却愈加变本加厉 只因莫迪和他的朋友多言的几句 便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戳涉事事的莫迪不懂人情的冷暖 他只是说了几句话,却遭到如此对待 瘸瘸拐拐地走向阉暗的屋内 悲愤焦急的情绪开始在心里蔓延 他拿出那罐油漆,这是他宣泄情绪的唯一出口 就在那一抹率慢慢驱走灰暗迎来一丝生机时 却被艾弗雷一句冰冷的谴责打散 终于,那平日里所积压的不甘和委屈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如果你不需要,我立刻就离开 但请把工钱付给我 艾弗雷没有说话,只是老老实实地付上工钱 也许在莫迪的质问中 他意识到了他的行为过分了 争吵过后,莫迪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 他捡起细刷,重新沾上那一抹绿 他的第一笔工资却为这个不属于他的简陋小屋 带来了一片生机 摇曳的草丛,盛开的花朵,翱翔的小鸟 仿若一处是外桃源般的小天地 结果却被一阵敲门声突然打断 一位浓妆艳抹的女人找上门来 她叫桑德拉,付了买鱼的钱 却未收到她的货 莫迪得知来者不善,委婉地告知于她 艾弗雷出门做生意的,我会第一时间转告她 说话间,桑德拉透过门缝 看见了屋内的壁画 散漫的眼神突然开始凝聚 她很欣赏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 便以握手的方式与莫迪相识了 从桑德拉的话语中 莫迪得知艾弗雷不识字 便意识到做生意必定会有差错 于是她开始帮助艾弗雷记录每笔交易 谁欠了她的钱,她欠了谁的货 而这些细枝末节的记录也演变成了两人经营生活的一种方式 而后,莫迪又将生活里的一花一石 一草一木,点点滴滴地都记录在斑驳的木板上 次日,莫迪与艾弗雷一同前往桑德拉家中 补上了上次拖欠的三条鱼 并将手工制作的账单递了过去 桑德拉疑惑不解 莫迪却说,我们一定会如实记录下来 桑德拉不再多说,转身回屋拿钱 可莫迪的行为却让艾弗雷觉得自己被忽略的 于是,她向莫迪反复强调自己才是老板 对此,莫迪只能低声下气地应和着 桑德拉付钱时表示很喜欢卡片背后的画作 并以十分钱的价格买下了她的卡片 意外的惊喜让莫迪两人有些不敢置信 要知道,她们的一条鱼才卖五分钱 有了桑德拉的认可,莫迪的画作生涯也正式开启了 点上一抹烟红,便能渲染出整篇自然风光 春天的百花争艳,夏天的艳阳高照 秋天的风吹落叶,冬天的矮矮白雪 四季更迭,风云变幻 接在她的推车中,她的纸笔间 往往复复,生生不息 渐渐地,两人的感情愈来愈深 看着艾弗雷劈柴的身影,莫迪的脸上不自觉地展露笑眼 仿佛她也成了她的画中人 可一向充满的艾弗雷,怎会对艺术有什么见识呢?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欣赏莫迪画作的心情 甚至在面对商店老板的刁难时 还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她 之后,桑德拉再次光临木屋 此次前来,是向莫迪寻求更大的画作 并开出五美元的高价 可是,木板上的画都是尚未完成的 她并不愿意现在就将其卖给桑德拉 面对莫迪的抗拒和难堪 一意孤行的艾弗雷居然也开始尊重她的感受 于是,她将钱退还给了桑德拉 桑德拉奸壮,便打算请莫迪为自己作画 莫迪激动地答应了,这是她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 有了桑德拉的支持 莫迪在画画上花费的时间便多了起来 艾弗雷见她如此忙碌 也不忘提醒她将家务做好 可男人有时也难免会嘴硬心软 刚说完,自己就拿起哨子轻扫门外去的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莫迪则已对艾弗雷产生了爱意 她将自己的情绪全部描摹在那一张张画作上 还在右下角,微微落款,莫迪,刘易斯 她的姓,她的名 或许在莫迪的内心深处 早已将自己许配给艾弗雷和这个简陋的小屋 其实从莫迪做女佣时 由于木屋狭小,两人便挤在了一张床上 可是天夜里,艾弗雷突然伸手将她搂于臂弯中 而莫迪却说,只有结了婚才可以做那种事 原来,她曾生过一个畸形儿 出生不久,就被姨妈活活埋葬 之后,她便一直心怀芥蒂 害怕会回到过去,悲剧重演 可随着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莫迪却主动抱住了艾弗雷 但艾弗雷却退缩了 甚至恐吓莫迪 我宁愿抱一棵树,也不会抱你 如果你不想干活,那就走人吧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着莫迪的心 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面对自己 迎来的却是这样一番笑话 但在第二天清晨 莫迪还是认真的再一次对她告白 我喜欢你 艾弗雷听后,莫不作声 但不可否认的是 莫迪的到来缓缓打开了她那紧闭的心门 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想必已经承受了太多坎坷 而莫迪面对着病痛的折磨和家人的排挤 活得更是无地自容 可命运安排两人相遇 将他们心里的那处缺口填补起来 逐渐变成了爱情 莫迪并无所求 只是想办一场简陋的婚礼 无需世人皆知 只需天地可见 日月为正 周围的花草和树木 以及这简陋的木屋 便是他们俩最好的证婚人 艾弗雷踢去邋遢的胡子 莫迪脱去破旧的衣裳 他们俩共同换上一身新衣 举行了一场简短的婚礼 回去的路上 他推着他在辽阔的草地上 慢悠悠地行走 这一刻 他们是如此的快乐 幸福 时光荏苒 光阴如梭 转眼间深冬已至 但夫妻俩的爱意 仿佛一天更比一天强烈 莫迪在木屋里 窗户上 尽情地挥洒着 生活得点点滴滴 而他的画作 也被刊登在一张报纸上 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 都为莫迪寄来一封信 但画画时 莫迪常常被苍蝇干扰 于是便和丈夫说 想要在家里装个沙门 艾弗雷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硬 每天工作14个小时 让他坐在角落里画画 然而 在妻子不注意时 他却默默地将沙门满来 并装在了门栓上 莫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嘴角也随之微微上扬 两人的心中 一直有一片温柔 滋养着彼此的心灵 尽管他们不善言语表达 但莫迪的画作 艾弗雷的行动 便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画作愈发出名 许多人都前来拜访 这处简陋的路边小屋 也因此变得生生不息 宛如一间 屹立于自然和爱情之间的 相间画廊 经营者是一个脾气暴躁 爱说反话的男人 作画者是一个长相平凡 一拳一拐的女人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相爱 甚至引来记者的采访 一经报道 更多的人默明而来 可电视机前的艾弗雷 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硬 以至于招来群众的恶意 随着恶意越来越多 艾弗雷一发觉得 自己配不上妻子 但莫迪始终都在告诉他 不要care别人的想法 可艾弗雷根本没法听进去 还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与莫迪的乐观相比 他并没有接受自己的平庸 反而执拗于世人的偏见 至此 夫妻俩的生活 也开始缓缓走向下坡 莫迪顺面离去 徒步去看了即将去世的姨妈 姨妈突然敞开心扉地说 她是家族中唯一拥有幸福的人 并将一件事告诉莫迪 原来她的孩子并不是畸形 也根本没有死去 而是被卖了 得知真相 莫迪的内心五味杂陈 错愕 惊喜 愤怒 悲伤迫使她离开姨妈家 艾弗雷开车前来接她 她缓缓走向车里 却始终一言不发 艾弗雷却说 她不想每天下班回家之后 在电视上 看到那张被全世界取笑的脸 自从你走进我的生活 我变得更加痛苦 没有你 我会变得更好 尽管莫迪 想要将孩子的消息告诉丈夫 却一再被她的抱怨 愤怒 阻塞回去 眼泪不断从心底流出 莫迪走下了车 艾弗雷也大声呵斥道 我求之不得 就这样 一辆车无情地开着 一个人绝望地走着 浅漏的小屋 也变成了两人的囚牢 莫迪去到桑德拉的家里 这里是她唯一停留的避风港 而这天晚上 莫迪和艾弗雷皆是彻夜未眠 她的心知所向 是如何拥有幸福 而她的所想 却是如何走出牢笼 看着空荡的身旁 看着两人手牵手地化作 艾弗雷终于意识到 莫迪正是她一直要找寻的方向 社俗之刻薄 与两人的幸福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次日一早 艾弗雷便驱车接她回家 虽然依旧嘴硬 但言语之中 依然是足足的爱意 而莫迪 也笃定地给丈夫一个答复 和你在一起 我很幸福 打开那座囚牢 莫迪一如既往地做话 艾弗雷也一直陪在她身边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拯救的花朵和蝴蝶 也拯救了两人如初的爱意 可不幸的是 时间也带走了莫迪的手足 只能依靠丈夫的搀扶 一不小心便会摔倒在地 然而 莫迪始终没有停止做话 她紧握笔杆 每动一次 骨头都会隐隐作痛一次 可即使这样 她依然强忍 那颗赤诚之心 远大于肉体之痛 莫迪想让丈夫多养几只狗 好在自己离去之后可以与之相伴 但艾弗雷并没有回应 反而深情地说 此生我只有你 然而 病痛还是没有放过莫迪 即使暂时摆脱的生命危险 艾弗雷擒泪滑 不停地自责 我就知道 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可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 就这样 她坐在床前 深情地死守了她一整夜 此日清晨 莫迪不幸离世 面如死灰的艾弗雷 走出医院 回到小木屋 木屋的每个角落 都充斥着莫迪的身影 她紧紧地靠在墙上 用身体的温度 感受那一草一木 仿佛这样 妻子就能永远陪在她身边 但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她拿回画牌 将自己关在屋内 关在她梦想中的世界里 等待白日西尘 夜幕低垂 等待黎明东升 白昼复苏 如那万物 自然的老去 又自然的新生 在轮回中继续着 那永不凋零的暗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